弟兄姐妹,心靈真報今天的主題是 《威武如展開精奇軍隊的聖經人物》第一部分 雅各第六章描述我們威武如同展開精奇的軍隊 一方面講到我們是非常美麗 另一方面都講到我們是有得聖者的氣概 聖經中都有很多這類的人物 例如《加勒》和《約書雅》 在《文素記》第13至14章 講到他們勇敢的為主站起來 甚至《加勒》是在摩西面前安撫以色列人 今天我們在侍奉裡面難處當中 都不是要看自己 也都不是看人怎麼看我們 最重要是見到主和他的心意 有信心和盼望 難處使我們的人生更加顯得多姿多彩 我們向主的回應也都顯得更加珍貴 我們在主的心中就是美麗如月亮 搞決如日頭 即是我們早夜都是最奪目的 奪去主的心 奪去他的心目 另外威武而展開精奇的軍隊 這裏講了兩個意思 我覺得 一個就是美麗到可以說震裂人的心 在眼中太靚了 在眼中 他都說了甚至我眼睛很驚亂 這一點就講出我們應該是德性者的心態 那種氣概 你想一下聖經裡面 有些人我覺得他根本就好像威武而似的精奇軍隊 我怕我們一生都像他們這班人 他都不是沒有藍柱 但最寶貴就是在藍柱中 我都好像威武而似的精奇軍隊 你可以試一下從創業界那裏想一下 有誰威武好像精奇軍隊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效法的腳忠 我已經走在這條路上 你越是威武而似的精奇軍隊 你越大被人盼望 在藍柱中那種的心態 我覺得是特別珍貴的 你藍柱中的笑容 和你的心態 和你的感謝你的盼望 我覺得是超寶貴的 有些人在藍柱中更顯寶貴的 不知道有沒有想到佳勒 我覺得他是威武而似的軍隊 但是我們好像這些信心的人 我看文數記 《佑義記》十四張 《玉書極記》十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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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書極記》十三張 特別說到 摩西他打佛探子去探家裏地 这是神似给你流奶于蜜的地。 他探的时候, 说葡萄初熟, 说他将果子带来, 很厉害的果子。 你看这个果子, 十三章, 第二十三节, 十二个探子, 每个支牌一个。 他们到以实角谷, 从有坑了葡萄树的一支, 上头有一挂葡萄, 要两个人用钢抬着, 带了石石楼, 红花果来。 他们规探家人之后, 回报摩西亚伦, 和他们会众, 将果子给他们看, 二十五节, 过了四十天, 看人规探那地才会来, 到了巴兰抗野的家底, 见摩西亚伦, 并避失利的传会众, 回报摩西亚伦, 并传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吸吞门看, 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料理所打法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 这有善哪地的果子, 好正啊, 我想吃啊, 来第八节, 归然而, 这些人普时说是, 但是但是, 住那地的文强壮, 成一日坚固宽大, 名称阿拉众的人, 阿玛利人住在南地, 加勒林住在海边, 并避失利的大河伯, 他说到那些文强壮, 成一坚固宽大, 即不是容易打的, 有一句话, 我觉得是很宝贵, 就是历三十节,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 我这句话真是太宝贵, 就看加勒的宝贵, 说, 我们立刻上去, 得了地坝, 我们足能得胜, 这些是不是好像威武而此的正义军队呢?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之中有人轮到所规探之地, 向此人报恶信说, 我们所规探经过之地, 是吞噬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到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 阿纳族也说到这个族, 就算毁人, 他们是毁人的后裔, 巨我门看自己, 看什么都看自己, 就如炸猛一样, 巨他门看我们也是如此, 都是人看他, 或者他看自己, 像炸猛一样, 是太普加勒, 特别在摩西面前, 安护百姓, 又有这么多人哭吗? 第四章第一节, 当下全会众大声圈阳, 哪夜百姓都哭号, 刚才说, 不要发怨言, 他如何?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阿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罢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死在直抗野, 而又说, 为什么把我们领导那地, 少人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必备努力, 我们回埃及去, 喜不好吗? 众人比之说, 我们不如留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摩西阿伦就苦目在此, 会众面前。 第六节, 规探地的人中, 乱的儿子若说, 我夜夫来的儿子迦勒, 撕裂衣服, 对此众众说, 我们所规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华若起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寄那地, 把地刺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那于物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华, 又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反过来, 他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隐蔽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华说, 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但传会众说, 那石头打死他们的人。 忽然, 以后的荣光, 在会目中, 向此众人显然。 我觉得, 约书亚特加勒一, 这就好像, 威武如展开精力军队。 第二节目, 我们都是为主, 应该站起来的, 在这些时代。 不是看自己, 人类只看我们, 不要紧要。 我们是要的。 实际上,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是如何? 我不是靠自己。 前面我们最后的一程, 我们的员工, 我都不是靠自己。 不可能靠自己。 但是他必定帮我同在, 因为这是他的心意。 你我还有人生前一程, 现在我还有人生最后一程, 我要走, 为主。 在我的事逢中, 我很重视信心和盼望, 当然知道主的意思, 我觉得有时候难处是多知多彩, 所以我们都会走一生, 让我经过所有的事, 完成了心意, 我觉得是更加美丽的。